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 叶永烈 第六部分 长征图中 十一 飞渡天险乌江 不料 红军行动神速 入前之后势如破竹 连曲剑河 黄平 台拱 于庆等十多座县城 1934年岁末之日 已到达乌江不远的汶安县小镇侯厂 猴场林木繁茂 乃猴子出没之地 顾名猴场 在猴场 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 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三间朝南的屋子 这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似乎在表明 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明显上升 虽说他的职务依旧未曾调整 当中央纵队抵达猴场时 先头部队在团长耿彪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 已经急行军前往乌江江边 着手抢渡乌江天险 就在这阶谷眼上 又发生新的风波 博古 李德对湘江之败 由心有余计 听说乌江比湘江险峻的多 主张不过乌江 再度提出与二 六军团会合 为了解决这番新的波动 1935年元旦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 史称猴场会议 这一回 不费太多气力 就驳回了博古 李德的意见 会议通过了重要决定 重申了离平会议的精神 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一开头 就写得很明确 由于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 跨进我们12月18日 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 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 因此 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 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新的决定共七条 内中有一条 关于作战方针 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 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一条 实际上就是宣告了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 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 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就使毛泽东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 虽说这时的军权尚未完全掌握在他手中 不过 红军已经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 渡乌江 取遵义 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 红军前锋一到乌江边 就传来敌情报告 在三个渡口 即将戒合渡口 袁家渡 孙家渡 都有侯之丹部队驻守 而且还驻了碉堡 前两个渡口各有两团兵马 孙家渡则驻了一个团和一个机炮营 看来 侯之丹百开阵势 确实要跟红军干一仗 那时 渡乌江要靠吴公阀 那是用竹木编成的长阀 在湍急的江水中似吴公般游动 得了吴公阀之名 侯家军早已把吴公阀全都拴在北岸 侯之丹十分得意 以为官兵勤劳不屑 恶险固守 可保无余 红军抵达江边 总参谋长刘伯成亲自布置红军上山砍竹 又向老乡借门板 木头 自己动手扎吴公阀 元旦凌晨四时 十八名红军战士在江边喝下烧酒 跃入江中 这时 侯家军尚在睡梦之中 红军战士如水中蛟龙 只用了十多分钟 便求过粮入骨髓的乌江 攀上对岸的峭壁 求渡成功之后 吴公阀开始强渡 侯家军发觉了 江面上响起哒哒的机枪声 这时 求渡过江的十八名战士发起了攻势 红军的迫击炮又隔江而轰 吴公阀载着一连战士 顺利过了江 双枪兵实在不惊打 才一个多小时 便留下几十具尸体 溃逃了 红军利用吴公阀渡江 渡过了一团人 在对岸站稳了脚跟 刘伯成急调攻兵营来到江边 下达了架扶桥的命令 因为没有浮桥 大军难以迅速过江 架桥的全部器材只有黄竹 门板 木材 绳索 我们用三层叠起的竹牌做桥脚 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 枕木上连接三四个桥横 桥横上铺门板 门板上又细横木 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 就用这样的土办法 花费三十六个小时 浩浩乌江上边架起一座崭新的浮桥 天险乌江 被踩在红军脚下 蒋介石接到王家列的电报 知道红军已经突破乌江 大骂侯之丹搅供不利 命他戴罪立功 蒋介石也身为自己白白布置了口袋 红军不来钻 感到惋惜 不过 蒋介石毕竟轨迹多端 他命令薛月律中央军兴夜兼程 奔赴桂阳 其理由是为了保卫桂阳 实际上想借此一举夺桂阳 端掉王家列的老巢 这时 小诸葛白重袭也不甘落后 同样觊觎桂阳 借口追缴红军 命桂军入前 直奔桂阳 蒋介石急了 发了电报给白重袭 制止桂军前进 于是薛月的中央军 加速了前进步伐 沿桂龙大道直取桂阳 薛月部队在道旁张贴大字标语 不问匪窜方向如何 本军总已入桂阳为目的 也就是说 不论红军朝什么地方打 中央军总已入桂阳为目的 王家列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眼睁睁看着中央军开进了桂阳城 做了贵州的太主席 王家列变得颇为狼狈 中央军反客为主 我出城进城军受他们盘查 处境异常难堪 1935年4月6日 王家列被迫下台 从此贵州落入蒋介石之手 贵州军阀统治时代结束了